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尊 你回来了 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你去哪儿了 你累不累 饿不饿 我特意给你做了羹汤 也不知道好不好喝 魏灵月 你怎么来了 未知呢 哦 未知说 他去办点事 去去就回 让你别担心他 有事 那未知去哪里了 他说 他去给他弟弟为夜过生辰 让你别太担心他 给弟弟过生辰 嗯 他现在 在都城 是啊 不行 这丫头就这么贸然跑到人间 太危险了 我得找他去 世尊 你别去了 他不会再回来的 什么意思 魏知说 他不想待在这人不人 要不要的鬼地方 他想回到人间 成为万众瞩目的凤凰 人人景仰的圣女 不可能 再胡说 千姬落 世尊可知 这千姬落是时间最阴狠的招数 不 中了千姬落之人 必须斩断情思 忘却心上之人 否则 必将在七日之内蹊跷流血而死 即便是上仙 大仙依不过七七四十九日 别白费力气了 根本没有用的 这千姬落虽然无解 但也罪易解 只要世尊望去心上人便可 凌月的心意 世尊可明白 忘了他 跟我走吧 魏凌月 人世为之前 我对世间万物 皆无流量 如果 我苟且掏尚 可以忘记 一个我是爱的人 一个让我 看见世间主般美好 和幸福的人 那我和死了 又有何区别 你是不会懂的 来不及了 此刻他早已经死了 走吧 我 你说什么 我说 此刻你的心上人 早已变成刀下鬼了 还心痛是不是 因为你中了千姬落 你越是心痛 身上的毒就变得越厉害 你连死亡也更近了一步 我本来应该同情你 可是我却没有办法同情 因为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痛 曾经在每一个夜晚 都如同一把利刃一样 一刀一刀地搁在我的身上 燕瑜 看来无论如何 我都得不到你的爱 好 你听着 今日午时 你的心上人 已经被我们骗到了 余都东郊刑场 救他那将死的娘 天罗帝王已经布下 哪怕他是凤凰 也踏尘难飞了 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你回来得太晚了 你若是能早一点回来 或者是现在去 你还能见他最后一面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他死了 你也活不着 为你